大家好,我是刘红云 今天我们继续来讲 杨林泉第四个临床使用频率极高的第四个功效 这个功效就比较杂合在一起的 第一个,擅长治疗侧面病 第二个就是针对像带状泡疹 带状泡疹还有三叉神经痛 这一类的疾病 至于他擅长治疗身体侧面的疾病 指的是什么 例如说耳聋、耳鸣、偏头疼 还有面胎、面积痙攣 这些通通就属于侧面病 至于这个为什么可以治疗身体侧面的疾病 第一个是根据他的经络的巡形路线来定的 你看胆经的巡形路线 是不是上来在我们这一带 全部环上在我们身体的侧面 另一个我更喜欢用董事齐血的理论来解释 就是董工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理论 叫身体侧面的血位就擅长治疗身体侧面的疾病 剩下就是例如说他治疗带状泡疹 他这个特效穴治疗三叉神经痛 他也是个特效穴 那我们举例说明我们就说这个带状泡疹吧 针对这个带状泡疹呢 每次讲课问我在线下班开课的时候啊 很多学员问啊说带状泡疹怎么来治 其实带状泡疹如果用我们的针灸来治疗的话啊 传统的方法来治疗带状泡疹 我们可以在带状泡疹周围进行刺血拔罐 就是你刺血的时候你不要刺到那个带状泡疹上 在它的间隙里 然后刺血 然后拔个罐子 拔完罐子之后呢 我们可以扎扎杨林泉 因为它可以轻力肝胆 然后加谁加上行肩 行肩也是治疗带状泡疹的一个特效穴 它可以清肝精之热清淡精之热嘛 所以我们针灸组方可以用杨林泉配行肩 当然了 我觉得带状泡疹 你应该是先刺血 刺血拔罐再扎针灸 效果会更好 那第二个方法 就是用董事齐血的方法治疗带状泡疹 我们可以用这个刺血的方法 就是植物 植物血和龙眼血 在这两个血位上进行刺血 来治疗带状泡疹 它的效果也很好 那还有一种方法呢 就是用隔浆灸 隔浆灸治疗带状泡疹 效果也很好 就是最简单的 就是带状泡疹嘛 又称为蛇串窗嘛 所以一般的好多都是在腰上一串一块的 我们直接用隔浆灸 两头灸 就可以了 效果也很理想 我们找这个杨林泉的时候呢 你可以找到外怀尖 顺着这个骨头稍微推上来 然后呢 这个在我们肥骨小头下方的凹陷中 进针的直刺一寸到一寸半就可以了 我们的杨林泉 那以上这些点呢 四点呢 就是我们杨林泉 在我们临床中使用最多的一个功效 所以呢 关于杨林泉的分享 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针灸 喜欢懂事齐穴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 请大家订阅一下